- 午安 午安 哈囉洛梨 謝謝你送的野餐欄跟任意門 還有手環 謝謝思源送的手環 哈囉和圓滾滾 為什麼是舌尖上的翁洛梨 翁洛梨 好像是一個人名耶 哈囉 哈囉小布丁 哈囉洛克 哈囉剛剛 謝謝洛克送的手環 哈囉原來 午安 哈囉下雨後的晴天 我的光沒有開 這樣才夠亮 我覺得TWICE的心格蠻好聽的 謝謝洛梨送的金色芒花 還有粉色的 還有銀白色的 謝謝洛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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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原Live送的楓葉 午安 哈囉小薰 謝謝原Live送的好多的楓葉 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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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最近我的嘴巴總是捲舌音 捲得很不好 嘴巴壞掉 好煩喔 之前我錄電台也是 就覺得喔 我的嘴巴怎麼了 哈囉 你們需要放鬆 哈囉沙盧 哈囉今天 謝謝洛梨送的多元都要在一起 謝謝 哎喲貓咪好可愛耶 謝謝今天送的好玫瑰 哈囉紫翔 哈囉 哈囉微積分大師 有什麼你最近來的會告白好好笑 怎麼了 謝謝分享直播 哈囉北人 希望我今天咬字不要再怪怪的 受不了 不知道怎麼了 我的嘴巴 你可以嗎 不行吧 很像Mina那種 柔臉感覺比較可愛 沒什麼 我跟你們說就是 我怕我等一下太早講 再晚一點好了 怕我話題被講 哈囉哈囉 然後我要跟大家說 剛剛我們的官方網站 就是Facebook 已經更新我們最新的資訊了 最新的資訊 好像太小聲了 喔我的背景音樂 最新的資訊了 就是我們AKB48的TimTP 第五張單曲 疫苗疫苗約好的發行公告 那很感謝大家 對AKB48的TimTP的支持 與鼓勵 那我們的第五張原創的單曲呢 疫苗疫苗約好 將在10月15號星期五 實體數位同步發行囉 YES 對然後裡面會有 CD加DVD 然後有握手繪的序號 以及我們的生血真一張 然後我們一個人都有三張 所以是隨機出貨 所以自己加油 加油 然後呢 會有 我覺得這次蠻特別的 還有裡面會有我們的小秘密 因為他們在做這次的 單曲的內容物的時候 也有給我們一份問卷 現在草莓獎上的麥克風 對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有種回到 可能國小在寫那種畢業要離開了 然後就是什麼給同學的話 或是什麼那種小秘密的感覺 謝謝阿凱送的任意們 謝謝 Good Morning 謝謝阿伯送的幸運四葉草 謝謝龔大送的Jupiter Jupiter 然後DVD會收錄我們一秒一秒約好的完整版MV 謝謝勇哥送的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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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D 他也寫NDS 笑死了 然後呢這次的握手會呢 將在明年的2022年的2月12日 星期六以及2022年2月13日的星期日 會有我們的握手會 對然後詳細資訊的話要看日後的公告 希望不要再因為疫情然後延後了 像之前一直延一直延 延到我都忘記了 這到底是第幾單的那種感覺 謝謝剛剛送的浪漫相機 謝謝阿伯送的一封信 還有盲花 銀白盲花 謝謝冠偉送的眼 灘藍 謝謝洛璃送的真情告白 準備小手手 生日快樂 是這樣嗎 憲哥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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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勇哥的紅包 可是我沒有搶到 因為我剛才唱生日快樂 介紹我送的銀白紅包 謝謝 銀白盲花 紅包 謝謝 謝謝阿伯送的 popcat 哈囉 午安午安 哈囉人哥 謝謝你送的popcat 對 然後這次的 原創單曲的 喔 謝謝捏捏送的 芒花 謝謝 Alex Lee送的 音樂 烈燦爛 謝謝捏捏送的芒花 他 準備錯的方式 對 我以為他是要我準備手拍手 唱生日快樂 錯了 欸 哈囉 中午好 然後這次的原創單曲呢 的封面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 因為以往的話都是我們 可能是團體照比較多 或者是就是 更拼貼的方式 但這次呢 就是可能有些成員就是 可能 會被遮到啦 那這次的pop 比較特別是 整個人都在上面 整個人都在上面 聽起來很奇怪 大家都在上面 這樣子 不知道你們覺得怎麼樣 然後 呃 有特別設計了髮型的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上我們的官方網站看 這張圖 哇 其實我蠻喜歡這配色的 特別可愛 那你一人好 大丈夫ですか 謝謝維基芬大師送的紅玫瑰 謝謝 哈囉 Jack 謝謝你送的楓葉 呃我也很喜歡這套 很喜歡 今天送的紅玫瑰 真的喜歡那種 這次的我覺得 我覺得很很精緻 不是說精緻 不是說之前的不精緻 我差點把我的平板弄壞 不是說之前的不精緻 就是它的 呃 像一些裝飾品比較多吧 嗯 哈囉莎達 謝謝紅玫瑰 謝謝你送的紅玫瑰 狂叫 你旁邊的同學有沒有覺得你還好 只是還好嗎這樣子 方便直接把大家身高拍出來 有嗎有嗎 這樣看感覺蠻平均的啊 因為它刀有大概排一下就是 身高的部分 就是好像比較高的在下面吧 大概吧 maybe 有排耶有排一下啊 對啊 謝謝 兔兔送的粉色芒花 那我的髮型的話 我覺得比較沒什麼變 因為 我就是比較喜歡露這邊 所以 所以就是以這樣的指法 可能眼淚完整 方便 所以這次送的芒花 謝謝仁豪送的野餐藍 兔兔你送太多芒花了 你怎麼那麼那麼多 謝謝兔兔送的愛的小熊 我很喜歡這次的制服耶 就是它 嗯 真的是大家所說的很AK 讚讚です 謝謝 而且這次我的制服 它 又是那個 蝴蝶結 這也是蝴蝶結 天啊怎麼會是蝴蝶結呢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是 呃都是領帶比較多 然後這這幾次 欸算上次什麼東西也是蝴蝶結 忘記了 所以我覺得自己也蠻特別的 現在是蝴蝶結 而且這次制服是藍色 你知道我就是一個很喜歡這種顏色的人 我真的很喜歡這種顏色 好看 喜歡我喜歡大家的 喔 巨好看耶 OMG 先下載下來 啊不對不對 我讓我手機下載 等一下才能傳給我媽媽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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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藍色 這制服很可以 大家對這個制服打幾分 高跟鞋不太適合跳 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它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它是粗跟 我覺得只要是粗跟的鞋子 都是 跳舞都是沒問題的 對 喔 Twitter的圖會比較好 唉是這樣 有核材當然100分 你這樣講很危險 謝謝祝祝送的盲花 謝謝 對啊這次的鞋子 我自己是覺得沒有很高 對對對 但是我覺得它修飾腿型的方面 真的是非常的讚 非常的讚 而且感覺每個人腿都超長 尬長 尬長 很讚耶 一家的膚色是不是有偷推啊 很白你 不告訴你們 我只能就是給你們介紹 大家上面看到的東西 這樣 然後好好的期待 推空空氣 OMG 聽起來 變態變態的 期待握手會 欸我真的好久沒握手會了 就是 想跟大家面對面講話 好多腿超香 好期待喔 想快一點 讓你們看到 對 真的要好好保養 真的要好好保養 然後對於我這個超容易瘀青的人 就是要一直塗那個叫什麼 遮瑕膏 一直遮瑕膏 我的膝蓋 這樣 但我的膝蓋其實 也 其實是好的蠻 蠻多的 而且有用美白乳液在塗 好 好 謝謝遮瑕送的紅玫瑰 你要立有機會看到嗎 你說腿嗎 腿會啊 腿會看到 你會看到臉 好開心喔 畢竟這次作品也是 呃 演了蠻久一段時間的 謝謝粉絲送的真情告白 就是也蠻長一段時間的 然後 從公佈到現在 像之前公佈的時候 我就是啊 團正正開始在 呃 控制儀式 謝謝威威 成為我的粉絲團 會員感恩 然後 然後之後疫情嘛 就是只好待在家裡 然後又把 只好把自己餵胖 應該說不是只好把自己餵胖 這種東西呢 就是你在家 無聊 你嘴巴就會想動 手就會癢 手癢的部分呢 是就是上網買一些 就是你知道 可以寄到家的點心啊 之類等等 呵呵 呵呵 然後 現在就是之後回來之後 又開始在 在認真在撿 我覺得 哇這段路程也太艱辛了吧 就是很像雲霄飛車這樣 往上又往下 又往上 又往上 幸福來得太快 消失了煙花 都是買果乾 喔其實 我也我也會吃果乾 但是我買的果乾的話 都是無糖的 嗯 無糖的其實蠻好吃的 哈囉好事多 像好像芒果乾什麼的 它本身的芒果就蠻甜的 如果再 再 再多 多放糖的話 我覺得有點too much 幸福來得太快 就像龍鞠風 幸福來得太快 愛情來得太快 就像龍鞠風 謝謝阿鴻送的風 然後我前幾天就是禮拜 禮拜一禮拜二 我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排開 排除了萬難 然後就回台中看了我阿嬤 就是去陪我阿嬤這樣子 謝謝薇薇送的芒果 哈囉叔叔 會這麼突然回回去 是因為 因為 中秋節的時候嗎 嗯 我們全家人 都有 排除萬難 你們 男是那個男嗎 不是那個男吧 就是 我爸媽還有我姐 就是有回台中這樣子 然後回來的時候 我姐就說 哇 看這次回去 覺得阿嬤老了好多 然後我就覺得 有點難過 因為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其實怎麼講 因為我的時間實在太不一定了 有時候放假是 你知道隔天 今天有事 然後明天沒事 然後突然又有事 然後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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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很難說 有可能三天 或兩 兩三天 算兩天或三天都完全沒事的那種 真的太難了 謝謝好事多送的一封信 謝謝分享直播間 謝謝未被送的盲花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經紀人說 拜託 禮拜一 禮拜二 就是 痾 可以的話 我可以回 台中嗎 那 那個 那兩天會有什麼事情嗎 然後 直到 就是 痾 禮拜天 前一天吧 禮拜六 我就再問一次姊姊說 欸 不好意思姊姊 那個 這兩天會有事情嗎 然後 我就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 問到 問到就是 晚上 謝謝少凱松的盲花 因為我一直怕 有問題 這樣子 我買的車票也回不去 然後 我也一直都沒有跟我阿嬤說 我要回去 對 然後我就知道 啊 真的沒事齁 我就馬上買 買車票這樣 買車票 欸 有時候就是 如果你先講 跟阿嬤說 阿嬤我要回去喔 什麼之類的 然後 就是他就是為了你準備超多東西 你知道我阿嬤就是一個 很會煮飯的人 然後他一定會去市場買一堆一堆東西 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又突然說 阿我 要公 突然有工作 我沒辦法回去 他一定會很難過 所以 我就直接不講 我就直接買了車票 然後隔天 就是 練習完之後 去搭車 直接 東西 狂一狂的這樣子 回去了 然後 因為 我有買那個 有買 那個 蛋糕 嗯 蛋糕什麼的 就是 沒辦法 沒辦法 沒辦法說 搭公 搭公車 這樣子 回來胖 沒有啦 我有胖嗎 有沒有覺得 還好吧 我是跟我阿嬤打太極了 吃不下了阿嬤 這樣 然後 因為我沒辦法搭公車 因為搭公車到我阿嬤家 可能要大概也要快30到40分鐘左右 而且不知道公車到底 呃 多久 才來一班 嗯 然後 我就是想說 應該是要搭個計程車吧 我在 火車廠的時候 就在查說 呃 這個票 這樣的距離 大概要花多少錢 這樣子 頭髮長了 長髮空 你們 然後 我就 我用 我用55688 它不是可以設點到點的距離嗎 因為用Uber的話 它其實又會看你的實價什麼的 我覺得 有時候那個價格浮動 會蠻有差異的 所以 我用55688 它可以比較好的去計算 然後 我就算完之後 大概是 320到 360左右 所以我這之間的距離這樣 因為其實 真的有一段距離 所以火車站到我阿嬤家 因為你知道 鄉下 呵呵 很常會距離這樣子 我想說 好吧 那我就是 55開了嗎 誰敢坐啊 呵呵 然後 我就 一下車 然後 我就到那個計程車的招呼站 然後我就看到 那個排班的計程車吧 他就問我說 你要去哪 我就會說一個 比較明確地址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喔 這樣子大概400塊 我就說 我說沒有跳表嗎 然後他就說 喔 這裡都不跳表的 我就這樣子 恩 沒關係 我再想一下 然後我就想說他要走 你知道嗎 我就 喔 400塊 這樣子也太過分了吧 我去分大師為什麼一直偷告白 謝謝兒子獎送的告白 氣球 謝謝 午安啊 切勁切勁 因為 喔 謝謝兒子獎送的救救你喔 不是齁 因為我通常我回阿媽家都是搭公車 不然就是跟我爸爸媽媽一起回去 我很少 我現在 應該說 這幾年很少是我自己搭火車回去 要不然就坐高鐵 對 我覺得不跳表實在是太 太那個了 我有點辦不到 好 謝謝小賈送的野燦籃 我沒辦法 我的財富沒有自由到可以說 要跟OK阿上車這樣子 我不是台中人 我大公車要撿 反正 我就想說沒關係 我再思考一下 謝謝大哥 我就往後走 這樣然後突然就被另外一個大哥叫主 然後他就說 阿你要就是你要去哪這樣 然後他就 他旁邊的大哥就跟他說 他就說我剛剛說的地點 他就說阿300我載你這樣子 我就 這也太好了吧 你知道省20 省60 20 或者是省幾塊錢 能省則省嗎 對不對 然後我就 就上了那個大哥的車子這樣 然後他就說 因為那時候我 到車站的時候 大概是 4點多的時候 然後把他對 然後他就說 他住 他其實住那一區附近 嗯 就是 可能在前面那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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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村還是什麼 那個李旺季那個名字 對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阿反正現在 我差不多一個小時之後 就要回家了 那就 反正就順便就是 載你過去這樣子 呵呵 你載我回去載你 就是應該說可以 就是他提早下班了這樣子 呵呵 順路的 對 然後 然後就給他300塊這樣 他就問我說 阿阿你 你要去哪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 欸 他說 你看起來不像本地人啊 什麼什麼的 你你要 你來 你來這做什麼啊 之類的這樣 我就說我要回去看我阿嬤 他說 欸那麼有孝心喔 阿是怎麼了嗎 這麼突然 他說 我就說沒有啦 因為上次就是過年的時候 欸過節的時候 那個沒有放假啦 所以現在就是 好不容易休兩天 然後就回來這樣子 然後但工作還沒有做完 就是可能 還是要繼續做工作 但是就是 回去看 看看阿嬤 陪陪阿嬤也會比較開心這樣 戚風蛋糕戰士 他已經便宜了 即將 他已經便宜了 他已經真的便宜了 然後我就覺得 喔很感謝那個大哥這樣 然後一路上也聊了蠻多東西這樣 掰掰 工作加油 然後 什麼 折仑 被登塔以北都算了哪裡 不要這樣人家也是要賺錢的好不好 過分喔 然後 就是下車的時候 他有問我說 你有預計什麼時候要回去嗎 阿你要要搭火車嗎 我都說 對啊一樣搭火車 然後我票買行 他說阿 他那種名片給你 那如果我在附近的話 阿我就 一樣都一樣算你300 然後 就是如果我沒有在附近的話 我就請我朋友來接你這樣子 就是一樣是借了司機 然後一樣都算300塊 然後我覺得好開心喔 遇到好人的感覺 很感動耶 羨慕司機 哈囉坤坤 真真的 他說以後你回來啊啊什麼的 你就可以打這個電話啊 如果有載的話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我載啦300塊這樣子 我就哇人真好 他說沒有啊就是 大家都住差不多區啊 互相照應一下 我就感動 很感動耶 人間有問題 真的 考慮改行當司機 那你要當那種佛系司機才行 不然不然很難有那個 真的很暖 真的人情味 然後反正我回去的時候 我阿嬤就 被我嚇到 他剛好就煮飯啊這樣 他說 啊你怎麼會回來 喔啊你怎麼都沒有跟我講 然後他超驚訝 然後我就 我想說 我就在跟我媽說 阿嬤快被我嚇死了 很好笑喔 佛系司機 佛系司機不會出門 不是這樣吧 佛系司機感覺就是停在某個地方 反正有客人就在這樣 然後一直被我阿嬤罵 然後一直被我阿嬤罵 對啊 對來不及準備工具給你吃 我說 我們沒什麼菜呢 這樣 你敢有妖王 然後一直一直罵我 啊你怎麼都沒有講 啊你媽媽也沒有講 啊你姐姐也沒有講 一直罵 一直罵 也不是馬 就是那種 碎念 我說阿嬤我現在也吃不多啦 啊我要工作啊什麼的 啊就有空回來看一看 啊我也不可以吃太多 老闆會生氣這樣 切瓜送的楓葉 因為那天其實我會吃 早餐嗎 早餐是什麼啊 吐司還是地瓜忘記了 然後就出門了 一整天都沒吃東西 切檸檬送的任意門 去58 不可能不可能 阿嬤 碎念 就是有時候用台語 聽起來像Rap Rap阿嬤 謝謝東東分享子不見 然後阿嬤隨便煮煮也好幾道菜配一個湯 我想說 這是隨便煮煮嗎 啊我平常吃的是什麼 出魚嗎 你平常吃的是什麼出魚 一個問號 阿嬤一直覺得我很餓 阿嬤大概每一個半小時就問說 我有餓嗎 先不要阿嬤 好飽 現在差不多送的紅玫瑰 現在落日送的也灿蘭 他講 就是我回去的時候 你看維基芬大師從我愛我變我 我愛你變我愛我了 然後回去的時候我也打電話跟那個大哥約這樣 然後結果他說因為他在忙 就是在課這樣 然後他就請他說他弟弟 人在那個也在那附近然後來賽我這樣 然後我就OK 然後我阿嬤就是時間到了 我剛約時間時間到了我們就走出去 然後因為我阿嬤也有出來送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放車之後 那司機就跟我聊天嘛 然後他就問我說 阿那是你阿嬤喔 然後我就說對阿那是我阿嬤 他說喔 阿你阿嬤怎麼都沒有變老 我就嗯 他說我之前在這邊那個賣麵包 我想說阿嬤家這裡有麵包店嗎 沒有吧 沒有吧 他說阿之前那個會開車來賣麵包 他之前會開車來賣麵包 大概是我國小的時候的事情 我想說喔對耶 我就這樣說對耶 國小的時候會有一個麵包車來賣麵包這樣子 我說你阿嬤的公仔 阿嬤對面的阿嬤也在公仔 這樣子 我就哇 好巧啊 這世界真的好小 世界真的好小 OMG 真的有這麼巧的事情 對啊 這首歌叫Maria 很多地方都有這種車車賣麵 真的假的 可是我只有小時候 就是國小那時候看過那個叔叔有賣麵包之外 很少看到有麵包車 喔阿嬤上班加油 掰掰 掰掰 因為我小時候對這個還蠻有印象的 忘記我都跟他買什麼 但是我好像都蠻期待他來的 他打開就是很像一個寶 寶藏一樣 就是後製箱打開就是亮晶晶的麵包 我覺得 哇很漂亮 就是這樣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 甜點店或麵包店那種 成立的東西的感覺 然後那個 暖 暖 暖色調的黃光嗎 對 就很像寶藏 就黃色光 這樣 很喜歡 剩14分鐘 好 你就要上班了嗎 辛苦了 喔花生 對 花生 然後 地瓜 或者是 零角 這種的 比較常會在卡車上賣 或水果 然後是覺得特別開心 就是哇 這世界真的好小 可以再遇到 這樣子 很感動耶 沒什麼 他就說 你阿嬤怎麼都沒有變 然後 我就跟我媽說這件事情 然後他就說 我媽就說 阿嬤老了啊 還能變多老 我說哇 媽媽你在亂講話 媽媽你怎麼會這樣說話 果然我媽跟我阿嬤的嘴巴都很厲害 喔寶貝胖 好久沒吃了 那個什麼修理玻璃 什麼紗窗 或賣那個雜物的 你知道嗎 那車子都疊個賊高 因為陳怡是在 市區很難再看到這種 這種 就是疊很多雜物的車子 就是賣那種 五金用品啊什麼的 然後掃把 那種 那時候我在阿嬤家嘛 因為阿嬤家是 獨棟的 這種鄉下的地方 幾乎都獨棟 然後我在一樓看 在看電視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車子 他那個不會倒下來嗎 超級危險的感覺 那感覺超高 超出很多 很可怕耶 下屬 媽媽壞壞 然後他一個極限 現在就不會老下去了 迪惠貴 刷窗 刷門 換不理 欸 刷 欸等一下 窗的台語怎麼唸 刷 刷窗 刷 不知道 刷門 刷湯 耶就是湯 對 刷湯 刷門 刷窗 很常之前很常聽到 在阿嬤家的時候 真的現在都沒什麼在聽到 唐阿門 小肉掌 啊小時候 我阿嬤家也會有那個 臭豆腐的車子 然後 就有個印象是 我會跟 就是 舅舅 一起坐在廟的前面 然後吃臭豆腐這樣 現在也沒有看到 現在真的很少會有這種 修理雨傘跟冰箱 欸這個我沒有聽過耶 春捲 這我沒有看過 小時候常常會聽到就是 車子上賣 可以賣的很多東西 這樣 時代眼淚 拔波嗎 欸好久沒有看到拔波 高餅的 嗯 回憶沙 真的 麵茶 啊麵茶 我之前去基隆錄電台的時候 然後 就有一個伯伯 然後在錄上 有賣 然後我們就 我就跟我經紀人在看 就是在 因為我們還沒過馬路 我們在思考 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現在這就是送的 芒花 然後我們就 跟他買了一杯 跟那伯伯買了一杯 我就看到就 啊 那個就是 麵茶啦 是麵茶啦 但是 我真的很久沒看到麵茶了 我阿公 應該說我阿公還在的時候 在國小的時候吧 然後我阿公都會喝 就是都會吃麵茶 就是我會幫他泡這樣 然後勾勾的這樣 哈囉 這種 這種傳統的小點心 感覺就只能在那種老街 不然就是 真的很鄉下的那種 雜貨店 才會找到 固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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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要督進去吸 你們知道那個嗎 這個 這種麵茶 哈囉 這種包裝的麵茶 對 雜貨店的版本 我記得我小時候 每次吸那個都會被嗆到 每吸必嗆 每吸必嗆 我真的是每次都被嗆到 被嗆包了 這邊面茶嗆包 有有牙膏巧克力我知道 為什麼要噴噴也有 太過分了吧 就是一吸就 然後這樣子 然後白白的 這樣子 狂殼 我阿嬤都不喝麵茶 我阿嬤都喝什麼無骨粉 為什麼用鼻子吸 感覺會嗆到耶 這樣不能做PCR 因為那個會黏到 國小家教老師 是開雜貨店的 可以免費拿一條巧克力 喔 真假的 還有那種一塊錢 然後就是一條巧克力 然後細細長長的這樣 那你要剪 然後這樣子 這樣子吃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小時候超愛吃那個 然後我就會跟我姐一起去買 然後分這樣 一點一條 一點一條 算得很仔細喔 一點一條 就是 就是 就是黑黑的巧克力 然後是這樣子的包裝 原來是巧克力醬 不知道 真的假的 我阿嬤加了很多這種 就是這種 零食 就在我小時候的時候 我就狂吃 不是這樣 不是他 他縮水 所有的零食應該都縮水 全部都縮水 瑋基芬大師 你今天真的還好嗎 太空氣球 喔 知道 小時候 小時候比較圓嗎 沒有我小時候蠻瘦的 因為我不喜歡吃正餐 我是那種吃不完的那種 我阿嬤裝給我一碗飯我也吃不完 就是我小時候比較喜歡玩 就是我不喜歡吃東西 這樣 喔 因為這個香菸糖 其實就是很怕小朋友學啦 對啊 不好 色素大豬公 欸其實我不太喜歡吃那個大豬公 但是 但是因為他 有兩種版本 一本 一本 一種是就是 有乾乾的 然後是 撒糖粉的那種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種是 有醬的 就是那種沙茶還是什麼的 甜甜的那個 甜甜滴滴 然後手會黏黏的那個 是鱈魚還是什麼 反正就有豬肉跟鱈魚兩種 兩種 我很喜歡吃那個 但是我跟我媽都蠻喜歡吃那個 甜甜的 因為他 長成煙 煙形狀的食品都被禁止 因為畢竟不好啦 對啊 腳中吐血 那你就吃番茄醬就好啦 而且我之前有一陣子 然後超想吃那個東西 但是因為 那時候是居家 防疫的時候 那時候還 疫情還蠻嚴重的 我就很想吃 我不知道什麼 我腦袋突然想到那個東西 然後我就上網去看 我就覺得說 天哪我到底要不要買 然後他每次 就是不是每次 應該說他每一個都是大包裝 我說我到底要不要買 因為我知道我買了它 我可能就停不下來了 我可能就會 不小心全部吃光 這樣我就會變超胖 然後我一直在 一直在思法 怎麼辦我到底要不要買 然後 因為買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要怎樣買才能免運 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所以想說 天哪這樣子 我可能要買三包才要免運 我到底要不要買 我一定會全部吃光 然後應該思考 你知道嗎 在內心去 一個 打鬥 結果我堅持下來 我沒買 真的覺得我自己很棒 我沒買 我沒買 喔好想吃喔 那沒辦法分成圓啊 那個時候 就是在居家防疫啊 就是很久沒有見面這樣 那以我的個性 我真的很喜歡吃的話 我真的是控制不住味 我會全部把它消失 對 我會覺得 天啊剛剛是進入了 時空穿梭的隧道 已經沒了 為什麼這袋已經沒了 這樣 超煩的 為什麼 不行 謝謝分享直播間 全部見面 真的 我很常就是 看個電視 然後 或者是打個報告 我幹嘛的 然後吃一次吃一次 然後就沒了 我就 想怎麼辦 想怎麼辦 那個罪惡感 就是 由 心這樣子 跟我說 我的腦海裡的 我現在覺得很罪惡 怎麼辦 然後開始懺悔 我不該吃這麼多的 對不起 這樣 然後我之前 之前超 超 很好笑 我之前吃 也是吃 那種 餅乾吧 然後它是透明的包裝 這樣 就是有一半是透明的 然後 為了 不要讓我姐發現我吃很多零食 這樣 我就 密封起來之後 我就把 因為前面是看得到嘛 我就把零食往前面搖這樣 往前面搖 就看起來好像很多這樣 就 應該沒事吧 應該沒事吧 我就是安慰自己 應該沒事吧 其實我姐不太管我 是我自己的那個罪惡感 這樣子應該沒事 你有沒有發現我吃這麼多 對我沒有吃這麼多 一直 一直告訴自己 沒有 剛剛都是夢 都是夢 笑死 謝謝沙夫中的行李箱 對對對 要讓一整個感覺還是很多 來減輕我的罪惡感 啊 我就很像那種 做錯事的小孩 上眼髮真的 You can see me 謝謝北京熊送的楓也 欸真的是 裡面都空氣 我說洋芋片 自欺欺人 是這樣嗎 而欺從數字的欺 變人欺的欺 現在變 這是欺騙的欺了嗎 我是炸欺飯啊 笑死 那我只覺得自己的 這樣的行為蠻好笑的 但當下會覺得 這種 良心 就是一種心安的感覺 炸欺飯 炸欺飯 聽起來很好吃 從膠欺團變炸欺飯 啊我跟你講阿嬤真的是很誇張 就是知道我喜歡吃什麼什麼東西 這樣 就隔天早上就想 就是去買這樣 我就跟阿嬤說 阿嬤 我現在吃不多 啊你就隨便煮煮 啊我就每個都吃一點 這樣就好了 他就說啊你是不是喜歡吃那個牛肉湯 阿嬤明天去買 阿嬤明天去買 那個雞湯很久沒喝了 香菇雞湯阿嬤知道你喜歡 那個筍子嘛 炒筍子 對不對 然後開始自己幫我點菜 然後我就 嗯好 要甜椒要不要 甜椒要甜椒 好 水果要是什麼水果 都可以啊 然後想想 蘋果好了 蘋果 超多 超多 我是變這個七七了嗎 謝功大送的多遠都要在一起 那我覺得很幽默 我阿嬤很可愛 不過他都記得我 喜歡吃什麼什麼 就是對 餐廳跟客人推薦餐點 他沒有 他沒有推薦 他是強迫 呵呵呵 阿嬤你要吃什麼 高麗菜 阿什麼菜 這樣 阿嬤就說 阿你只回來兩天 阿你就不要回來啊 阿嬤我好不容易擠出兩天 阿嬤我好不容易擠出兩天 阿不能回來嗎 阿你放那個三四天啊 阿四五天再回來 阿嬤沒有這種時候啦 阿嬤沒有這種時候啦 過年你有 呵呵 阿嬤只是告知 沒錯 阿你就來這幾天 都沒有吃 吃不夠啊 阿嬤 吃那麼飽 我連睡前 就是 還覺得就是肚脹脹的 應該說 應該說 因為 馬上就要 就說 發行星單穴嘛 所以我這幾週 也會吃得比較清淡 然後也會吃得比較少 這樣 然後 回阿嬤家一整個 就是 飽到厭世這樣 阿嬤真的不行了 阿嬤 阿嬤我吃得會喘 不行 很喘耶 沒辦法吃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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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應該說我以前 真的是算 吃蠻多的 對 但因為這兩週 的關係 就是 也把味 縮得比較小 就是我等一下多吃 超過之前 份量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 喔 真的太飽 對 我之前可以吃 就是 青菜嘛 我就可以把半盤 全部吃掉 那個 半盤 半盤 應該全部掃光 都是我的 這樣 然後碗 那個 就是那個 大碗的那種 湯碗吧 我可以喝兩碗湯 而且我之前還配飯喔 我覺得我之前很厲害耶 我現在會覺得 天啊 我現在好弱喔 我好廢 為什麼我這麼不難吃 這樣 就覺得自己 喔對不起阿嬤 但我真的好飽 真的真的好笑 阿嬤給我完 是會盡量吃啊 對 沒辦法 因為總覺得 阿嬤可能會覺得 沒有什麼事情給我 一直做 所以只好一直給你吃東西 我就一直覺得 好飽好飽好飽 早上都還沒吃東西 剛剛幫同學慶生吃蛋糕撐死 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吃東西 再突然吃東西的話 會很容易飽 所以我可以控制胃 也沒有說控制吧 就是 食量會慢慢的減少 要控制啦 不然 我的胃其實算是無底洞 無極限 好喔 好喔 考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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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n do it 加油 謝謝夜兔送的任意們 謝謝 真的一直被說吃很少 阿你吃一點點這樣就飽了 這樣 我說阿嬤 你沒有一點點吧 這樣很多了耶 我這一餐 好像就已經把我的 我之前一整天的餐都吃完了這樣 防疫每個人都都胖 我媽也胖 我媽是一個 算蠻吃不胖的人 她也胖了 對阿嬤來說都是 對他們來說都是很少 結果阿嬤自己吃很少 笑死 阿嬤的一點點都不是一點點 希望年底還有控回阿嬤家 不過鄉下的晚上真的是 好涼喔 好涼喔 因為我阿嬤家是沒有冷氣的 下午的時候是覺得蠻熱的 就是 兩台電風扇吹 就是這樣整個循環也是覺得蠻熱的 但是晚上的話 吹電風扇會想蓋被子的那種被子 好涼喔 一點點 哈囉小翔妳好 看到朋友一個個都瘦 瘦皮猴 瘦皮猴 40 你的朋友40左右 男生40左右嗎 40嗎 不會被風吹走嗎 誇張了吧 40是什麼體重 那種 左右耶 到左就 30幾了耶 這樣不行吧 這樣營養不良耶 真的 謝謝沙盧分享直播間 太瘦了 笑笑說 我也是50幾呢 然後 古早會馬上說 成年男性至少要60吧 笑 剩下的25個是我的自信 你是羅蘭嗎 你是羅蘭嗎 羅蘭她在她的那個 YouTube頻道 有發佈她的那個 73個 回 應該說回回 回復網友的 還是回復留言這樣 的問題吧 對對對 就是很像那個外國人 然後像 誰有路過 反正蠻多人都有路過 那個 然後她就說 她的體重大概60 然後他們實測之後 好像是70幾公斤吧 她說 喔 我的體重真的是60啊 然後其他都是我的自信 這樣 我就 哇 哇 太讚了吧 這句話 金句欸 現學現賣 馬上被抓寶 當然 對啊 是這個 我覺得真的是很酷 這該學習 通常 就是 因為 怎麼說 體重算是 一個比較 私密的東西 對 然後又就是 把自己抱著比較輕嘛 但你正上去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 唉唷 我說謊被發現的那種 害羞 羞恥的那種感覺 會尷尬這樣 然後都沒有 那是我的自信 我就 太厲害了吧 怎麼可以這樣子 想出這種話 哈囉妹撲 肌肉真的比較重 這樣 欸 前陣子吧 那時候拍攝MV之後 的一週還是什麼 還是那個 那一週 反正就是 差不多那個時間 然後我那時候有看到子洪老師 然後子洪老師就說 唉唷 雨晴你是不是瘦了 我說對啊 因為有了拍MV 然後 因為我覺得成員 每個都蠻瘦的 因為我在裡面也算比較高的 所以我就不想讓自己看起來很大隻 所以 所以我說喔 我就是這陣子比較努力這樣 那現在拍完啦 什麼的 我就 有比較正常在吃的時候 阿你不要再瘦了 你感覺就是 看起來 這樣看起來好像就是不太健康 然後 好 知道了 然後前幾天 有看到子洪老師 他就問我 就說阿你這陣子有沒有多吃一點啊 然後我說有啊 有啊 看起來有比之前好 所以有 老師你說了之後 我就比較認真在吃這樣 然後就說喔 體重沒有什麼變啦 但是就是 呃 肌肉量 有比較 多一點這樣 跟老師聊天 很私密嗎 看人吧 我覺得算是吧 對 體重 欸我也沒辦法 我瘦就會瘦到臉阿 如果可以讓我選的話 我也希望瘦在腿阿 對不對 然後胖在臉 但這種東西都不能選 這是體質問題 對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上次 就是應該說我之前 之前就是不減 就是開始不減肥的時候 就是因為 老師跟我說 你看起來太瘦 我就覺得這句話 是不是什麼魔咒 我會不會又跟之前一樣 開始放肆了 狂吃這樣 我就是一個就是 得尊進尺的人 既然你們沒有 沒有阻止我 那我就吃囉 那種 我腿是肌肉比較多 所以我之前不是在家 都會做什麼重訓嗎 或練腿阿 或是什麼的 我現在在家都不太練 這麼多腿部的部分 就是 腿前側就不練 然後練後側阿 或者是 兩邊阿 然後 臀阿 以及肚子比較多 對 現在就是改地方練 因為我怕 就是你知道腿 其實就是一個還蠻 大家比較常見到的部位 所以就是 如果他肌肉長大的話 這樣子 我在裡面看起來 也會比較大隻 我的腿這麼粗 站得也沒比連穩 蝶的次數也沒有少於別人 所以來分享直播 吃都吃 我覺得我現在很尷尬的是 因為我的小腿算是一個非常容易長肌肉的部位 小腿 所以呢 我現在大腿因為這樣瘦下來了 所以我的小腿現在跟大腿感覺差不多 差不多粗 我覺得 尷尬喔 正常來說腿應該是要 就是 就是應該腿型要這樣子 就是大腿嘛 然後小腿這樣 我覺得他們是這樣子 的感覺不知道什麼 阿姨睡睡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過得還好嗎 姐姐現在每天晚上都會做運動 你是問句嗎 是問句的話 對 我覺得 腿比較漂亮的 我覺得是 栗子 嗯 然後阿傑 嗯 栗子他們家的基因真的蠻不錯 採截的腿也蠻漂亮的 羨慕的是 官網新放的制服 很好看 對啊 官網的那個新資訊出來了 謝謝 U T G E H 一送的Pocket 可以點送 星期六會去找我 啊真的嗎 太棒了 謝謝 好開心喔 終於可以表演了 我就裝個水 欸咻 欸咻 欸唷 欸咻 欸咻 腿真的是要保養 像我們每天跳舞啊 像我是一個比較容易長肌肉的人 每天按摩 然後抬腿 不然那個成長速度 應該是肥快 好噢 剛剛拜拜 工作加油 希望這禮拜六不要太熱 希望 真的好沒有秋天的感覺 但身體跟秋天一樣懶散 每天去跑五公里 小腿 小腿直接爆炸 要按摩要按摩 不能這樣 跟你講久了真的會後悔 卸人好爽的盲花 不知道 禮拜六的行程都還不確定 我們還沒有收到確切的行程 但希望不要影響太大啦 對 像我們颱風的部分 我們 要怎麼讓肌肉分佈均勻 真的很難 真的 真的很難 但就是一定要按摩放鬆 就是一定要等 將線條踏出來 才會比較好看 不會是快重 中午好啊 中午好 中午好 謝謝分享直播間 我們 好要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我在我阿嬤家的時候 因為我阿嬤家之前 附近沒有這麼多野貓 所以這次回去 因為我在沙發上 就是坐著嘛 然後外面有這門是 有紗窗那種門這樣子 然後我就聽到貓叫 為什麼會有貓咪的聲音 hello 兩團快了 省交通費 剛好一直看兩團 然後我就 往旁邊一看 喔 怎麼會有貓咪 然後在我阿嬤家的那個門口 這樣坐著 怎麼會有貓咪 這樣子 我就嚇到 然後我阿嬤他就說 今晚 아니에요 我這麼多耶 為什麼會這麼多 之前沒有啊 因為我之前回去的時候 是過年嘛 都沒有 然後他說有啊 很多啊這樣子 我說可是沒有看到這麼多隻啊 我是一出去是直接看到 先看到一大一小 然後兩隻這樣 之後又出來一隻 另外一隻小隻 現在是小隻的 然後現在就有三隻貓咪 午安 午安 哈囉 哈囉 午麥 不知道 反正就有三隻 然後因為那個應該是 因為有一隻貓咪他是有被剪耳朵的 我想說他應該是就是 有被抓去結紮再回來了 然後他應該是母貓這樣 我猜啦 我猜 然後另外一個黑色白色 應該是他小孩 因為他們靠很近 然後再來的話他們兩個長得很像 他這貓咪 他這貓咪長得很 很驚恐 這樣講會不會很奇怪 就是他長得很驚訝 對 他的表情感覺一直都很驚訝 我覺得很可愛 他是那種 他是這樣子 他是一直這樣子耶 他臉真的長這樣 他眼睛真的超大的 然後這樣 我沒有騙你們 他真的長得很驚訝 就是感覺他一直在驚訝 就是他還會這樣子看著 然後喵喵喵 我想說 你現在是有點被嚇到 然後還是幹嘛 他眼睛真的長這樣 真的長那個樣子 然後更好笑的是什麼 他有一個沒上瀏海 就是他的毛色 就是橘色跟白色 然後他的眉上瀏海是 真的是眉上 他真的是很眉上 他大概在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 就這種地方 就是他會在這邊一圈這樣 然後這樣子 然後眉上瀏海 然後我照片在手機裡耶 我的ipad上 應該沒有傳到我的ipad上 有沒有好跟你們分享 真的是超級可愛 直接被蒙翻 很好笑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欸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ipad也沒有傳過來 很好笑耶 他長得真的是很幽默耶 可惜 我的ipad上沒有 對他是沒上瀏海 很好笑 真的都沒有 真的都沒有 這兩個ipad都沒有傳到 沒有 因為我把它刪掉了 可能要看我手機的紀錄才會有 欸好像有耶 是這裡嗎 我剛剛看到什麼 像阿嬤家的燈光 喔唷 給你們看那隻 可愛的毛咪 你看不出來我阿嬤家在哪 就是個鄉下地方 他就長這樣 他是不是很驚訝 他的臉是不是很驚訝 就長這樣 他是不是很驚訝 他很驚恐吧 是不是他長得很驚訝 他真的長得很驚訝 我沒有在跟你開玩笑 謝謝歡迎珍珠送的 手環 阿嬤有餵貓咪嗎 我發現對面那一家人有餵 對 所以想說可能 可能 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 附近才有這麼多貓咪 因為發現 因為對面原本是一個阿公 自己住這樣 然後現在是他女兒 跟他 他女兒的老公阿 就是我搬回來 陪他那個 陪那個伯伯一起住這樣 應該是這樣吧 不知道伯伯走了沒 因為我都沒看到他 那姐姐說是還沒 還沒走啦 這樣 反正 反正就是 他們會放食物在外面 因為我以為是 沒有人放這樣 然後我就去 廚房找一下 就是晚餐 剩下的雞肉 我就過水 然後給他們吃 真的是傻眼貓咪 真的很可愛 是不是他長這樣 他長這樣 是不是很可愛 那個很好笑 這隻貓咪 可能是這樣 他叫的時候也是長這樣 這樣在叫 很可愛 然後旁邊還有一隻小貓咪 他一直在我阿嬤家門口這樣 很可愛 這邊還有一隻小貓咪 是他的 應該是他小孩吧 因為他的瀏海是同款瀏海 在想打他是不是 他是同款瀏海 你自己看 應該是他小孩吧 是吧 同款瀏海的話 是吧 很可愛 很可愛 更突入手 對我運送的任意們 是不是長得很像 怎麼了嗎 同款瀏海 而且一隻大一隻小 所以我想說 應該是他的小孩之類 他真的是長得很驚恐 我一直跟我媽說 有一隻驚訝的貓 在阿嬤家門口 可是他之後就是 遠離阿嬤家門口的時候 就比較正常一點了 就是 表情就比較像 正常的貓咪 可是 真的很好笑 那個臉 因為這樣子 這種感覺 驚恐貓貓 很可愛 他們都躺在路中央 他們都這樣子躺在路中央 可愛 毛咪真可愛 不行啦 沒有說 說癢就癢 然後他 有時候 因為我就 因為他就在門口嘛 我就開一點點門 這樣看他 然後我們 我們距離大概就這樣 我就說 你要進來嗎 他就退後了 他就退後了 很可愛 你怎麼 然後 想通過來拿罐罐跟肉泥 然後想說 怎麼辦 我居然沒有任何的貓飼料 這樣 因為我家現在有放 兩個貓罐頭 因為我們 我姊在樓下 發現一隻 什麼白色的貓咪 對 然後想說 那就先放兩個 就是先買個罐頭 這樣留著 但是我每次 去那邊看 都沒有發現 對 所以那兩個罐頭就是空著 可惜 想說就是 可以 就算沒辦法養 但還是可以 為他吃飯 這樣 謝謝 小健福 叔叔送的 做你的喵 冠冠有出現在這裡嗎 出現啊 但是沒有地方可以 可以可以餵 怎麼講 我覺得蠻多人養 貓咪的原因是因為 貓咪不太需要 出去溜 也沒有要 這麼長時間的 比伴 對一起玩這樣 因為有時候 你想跟他玩的時候 他說不定也不想比你這樣 吃飽了嗎吃飽了 對我有吃早餐 被貓咪收服了嗎 應該沒有啦 對官網釋出最新的單曲消息 大家沒有看過可以上網看 反正我就覺得 喔那隻貓長得太驚訝了 好像對面 就是阿媽家的對面 就是有 就是他們養的貓咪 好像有生小貓咪這樣 然後 我覺得應該是因為 那一次就是過年的時候 然後我不是有跟你們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家狗 就是舞舞這樣衝出去 然後嚇到對面的貓 然後那隻貓又跑出去 就是嚇到 嚇跑了 然後跑出去流浪這樣 然後我說 該不會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那隻貓咪 就是回來有生小孩吧 是因為舞舞的錯這樣 然後我姐姐有一種好笑 會說 阿你要不要 阿我去抓給你阿 你要哪一隻 舞舞說 這個是 姐姐你說你要抓就可以抓得到的嗎 咦 然後這附近很多阿 阿你還是你要別人生的 那對面那一家也有養阿 阿你要不要抓兩隻給你 我這樣子 蛤 怎麼 我姐姐講的跟抓蝴蝶一樣簡單 我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現在點點頭上的野餐來了 我姐姐真的是一個很幽默的人 可是我小時候 在國小的時候 有養過黃金屬 那隻真的是在路上抓的 是我阿公抓的 他就突然抓了一隻黃金屬回來給我 這樣 我就這樣子 然後就養在衛星直播裡面 很好笑 對 應該是別人家的 這樣 路上看到阿公就直接把他抓回來 我想說 哇 這樣子都抓得到 因為 因為這時候 有送給別人養 你看 不知道是誰丟的阿 然後我們就跟 這是 應該是別人養的 然後跑出來 但是我們不知道是誰的 就是 感覺就是 也沒有人在找這樣 然後我們就只好 送去就是 因為 附近有蠻多小孩子的嘛 我們那個 那個眷村嘛 你可以這樣講 所以我就給 這是附近的小孩 阿媽就會問說 有沒有人要養 這樣 不是養殖場 對 咪娜怎麼在樓上 謝謝分享直播間 我覺得 哇!這地方什麼都抓得到 然後我之前大學一直想養貓咪 想撿到貓咪 然後一直覺得 遇到貓真難 然後現在有姐姐會跟我說 欸!刷兩隻給你啊 我就覺得 Oh My God 是跟Seven買東西一樣 欸 要不要買兩瓶飲料給你 那種感覺 覺得很神奇 謝謝追蹤 應該是別人走丟的啊 臉上有一道光 我的窗簾打開了一個小風 我要往這邊移一點 光會照到我的臉 中午好嗎 野生倉鼠亂跑 不是野生 其實那種 實驗室的那種 大白嗎 那種老鼠其實是非常聰明的 可是那種會是跟 水溝鼠是同種品種嗎 還是其實不一樣 可是他們長得蠻像 謝謝卡比獸送的野燦蘭 女神光 誇張了 體檢 一直說要去檢查 就是想要去做全身檢查都還沒做 對貓來說都是老鼠 喔 我跟你講 我真的是被嚇到 被嚇到 就是 不然因為兩隻貓咪 因為晚上之後他們都會出來 然後我就會拿就是阿媽家剩下的肉啊 什麼雞肉給他們吃 然後 第二天嘛 因為我其實只住大概三天兩夜的感覺 因為我第一天回去的時候已經晚了 反正我就 我就拿那個碗去找那隻貓咪 然後看到貓咪在對面那戶人家的對面在吃東西 我想說應該是他們那家有味這樣 然後想說那跟他們講說 我有拿東西給他們 就是貓咪這樣 我這樣敲敲那個碗 嘟嘟嘟嘟然後我就放在我們家門口這樣 然後我就無聊就在看那隻貓 那隻小隻的 因為大隻的有走過來嘛 就是看我這樣 然後走到一半就停 然後小隻的不知道為什麼很忙 一直在這樣子抓東西的感覺 我就發現他在抓一隻黑黑的東西 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就感覺應該是什麼 蟲 然後或是螳螂之類 就發現是黑黑還是蟋蟀 類似那種東西 你知道鄉下這種 不知道名字的蟲蟲很多 對然後 結果 結果 就是他抓到之後 下一秒他就放在嘴巴裡 我就這樣子 然後他就看著我這樣子 我就把他咬的那個蟲蟲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我就這樣對看了他三秒 然後他就這樣子 下去了 他就下去了 然後我就聽到那個吹吹的聲音 然後我就這樣子 他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 Oh my god 你去吃飯飯 你不要吃那個 我要拿肉肉給你吃 然後我就很崩潰 你不要吃那個拜託 我真的是 崩潰 這麼野味的嗎 不是因為 因為 我從來沒有看過貓咪這樣吃東西 就對 反正 我就 我就一種 我是真的被嚇到 真的是補好補滿 就是 教我蛋白 什麼蛋白質之類的 反正 就是這樣子 真的是咬崩潰 我是因為跟他離蠻遠的 我是因為跟他離蠻遠的 我還可以聽到那個 那個 下去 那個 咬的聲音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那個 的聲音 然後我就這樣子 我跟他媽媽的臉一樣這樣子 Oh my god 我是真的嚇到 我那時候真的嚇到 真的嚇到 我是真的嚇到 我就是沒辦法忘記 那個 那個 場景 我就 Oh my god 這是真的假的 嚇死 可能真的是 在他們來的時候 可能真的是美食吧 但是覺得有點 Oh 好吧 應該說我是知道 貓咪會抓蟲 但是我不知道 貓咪也會 吃蟲 家貓會嗎 對 這首歌是 popstar 是 KDA的 新鮮的 太青的 吃活的 吃活的 SASIMI 為什麼真的嚇到 可是家貓是不是都會抓 什麼 蟲蟲之類的 蛋白 蛋白 蛋白吃 真的假的 那個 就是 會去追蟲蟲吧 因為很常看到那種 影片就是他們 有 可能上面有蜘蛛 或者是蟑螂什麼 他們就舉著那個 貓咪這樣子 想說貓咪真的這麼厲害嗎 感覺可以養欸 因為我是真的一個 很怕很怕 蟲的人 如果貓咪可以幫我 抓 或把那隻什麼 什麼飛天的蟑螂 打爆的話 我會覺得很感謝 可是你可以打爆它 但是你不要吃它 這樣 家貓有些很膽小 不一定 它真的假的 家貓很挑剔 你Hustle 咬過來給我 就真的不用了 我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這個人現在不要 我會抓昆蟲嗎 我不是有跟你們分享一個 就是一個故事 就是 我們家出現很多小壁虎 但 就是他們出現很久 依舊沒長大 那因為我爸很常發現一些 壁虎斷掉的尾巴這樣 對都是阿烏去抓他們的 就去玩他們這樣 啪 然後他們就跑走 然後他們的 就是生長的地方 就是不是在長大 是在長尾巴這樣 我不能接受欸 如果我以後真的養貓 然後他就是 跑去抓蟑螂 然後送我的話 我應該崩潰到哭出來 會哭 會哭出來 好不行欸 可怕 貓的泡恩 我這對我來說是 他在霸凌我 他在霸凌我 真的假的 不行欸 可怕 貓的泡恩 我這對我來說是 他在霸凌我 他在霸凌我 蛤真的假的 蛤真的假的 不行欸 就是每次投稿都會上 對對對 很可怕 照老鼠 照老鼠我也 不知道 煩喔 這個問題很糾結喔 算了算了 拍成TP 你不要把我們的團 用那個牌 展現業績 拜託拜託 你知道這種東西就是 但是 你不要沒達標 就給我拿其他的 爛魚 就是爛魚沖樹這樣 可以 要看那邊怎麼醜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醜 可怕可怕 不行不行 狗狗比較不會 掉東西給你 狗狗只會藏食物 我常常就是之前 因為阿吉很喜歡藏食物 他都會把一些 就是 因為我爸會給他吃 小熱狗這樣 有一天 我發現 我在 因為我睡覺會有兩顆枕頭 我在 因為我比較常睡在 外面那顆枕頭上 所以我裡面那一顆 通常就是不太會 一直動它這樣 有一天 我就是 這樣睡嘛 然後這隻手會壓到 所以我把這隻手 插到那個枕頭裡面 我就覺得 好像摸到東西 我就嚇到 然後就打開 打開發現 就是為什麼我的枕頭底下 有一個烙狗 然後我就撒咽 我的枕頭底下 為什麼會有烙狗 欸媽媽 阿吉放 吃烙狗 在我的枕頭底下這樣 因為他吃不下的時候 我就會咬著 然後要想 想說要去哪裡藏這樣 阿吉放我枕頭手底下 還好那個是 就是那個晚上發生的事情這樣 還好不是放很久 我是真的嚇到 傻眼 就是蠻挑食的 很可怕耶 你們真的嚇到 那個狗不是抱人 狗是藏食物 就是吃不下才把它藏起來 真的被嚇到 我真的是被嚇到 我怕我摸到不該摸的東西你知道嗎 餐廳什麼 你反而有老鼠都好像都蠻正常的 然後 嗯 我覺得想起來真的是什麼東西都很大隻 很大隻 蚊子也很大隻 就是你沒辦法忽視那隻蚊子 沒辦法 它過去就是 就是 會聲音很大聲 我想忽略它 它就這樣 然後過去 最終階上的守護靈 真的是很 很大隻耶 然後我就去 去洗澡吧 然後我一開門 就開始我們一看到那個壁虎 就開始我們一看到那個壁虎 你知道 在都市看到的壁虎 冤魔大概就是 頂多就這樣吧 就這樣的大小 就這樣的大小 就不會再大了 然後我在阿嬤家看到的壁虎 加尾巴應該有這麼長 就是我個手長大 就是加尾巴應該有這麼長 然後我就一開門我就 就嚇到 因為我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大隻的壁虎 我以為是別的東西 我以為是別的 不知道什麼東西 就是最怕是蟑螂 但不是的 那個真的不是蟑螂 我就看到壁虎 然後我就 那是壁虎嗎 然後我一樣看著它 還在遠處端想 啊怎麼可以這麼大隻啊 超大隻 超大隻 有人說 哇 這是 這是什麼 蟹蟻還是什麼爬蟲 這是我覺得 哇 我是真的是那種 哇 我從來沒看過這麼大隻 不是小壁 它是大壁 它是大壁虎 大壁 超大隻 超大隻 我是真的被嚇到 那時候 然後隔天吧 隔天 我又在 我又打開門 在阿嬤的房間看到我 這樣 然後說是同一隻嗎 一樣很大隻 大概是手 大概是跟手長差不多大 就是肥肥胖胖這樣 然後說 哇你也吃太好了 然後我就跟我阿嬤說 阿嬤你有養寵物喔 阿嬤說 養寵寵物 欸你不是有養壁虎嗎 那壁虎超大隻欸阿嬤 很肥很大隻欸 那是你的寵物嗎阿嬤 超好笑的 阿嬤你的心蟲 問我壁虎喔 這麼大隻欸 超大隻 刷新我三關 而且 因為壁虎的聲音 不是都是這樣 就這樣 這樣子的聲音 可能就是這樣 鬥狗狗的聲音 這樣 然後就是可能再高音一點 然後 然後那隻想說 那這壁虎的聲音 到底會是怎樣呢 會不會是比較低音 那種 這樣 結果 那時候我在阿嬤家的房間 下午把我躺著 還是幹嘛 還是晚上 忘記了 反正我就聽到那個壁虎的聲音 可是那壁虎的聲音 就是比較 比較 呃 maybe 渾厚一點 我想說 應該是那一隻的聲音吧 果然大小跟聲音 也是有相關聯的 現在突然就是得到這種結果 嗯 有關有關 哈哈 迷你俄語 壁虎招財 真假的 阿嬤 要拿阿嬤 不用啦 低音虎 這是什麼 低音質底嗎 好喔 很好 拜拜 辛苦了 可怕 真的是好大隻耶 可是壁虎是蟑螂殺手 不是吧 壁虎不是 不是吃蚊子 或吃一些小蟲蟲嗎 因為我阿嬤家在鄉下家 鄉下嘛 然後旁邊又是什麼 果園啊 什麼的 所以就是也蠻多小蟲蟲 難怪他可以長得這麼 這麼 滋潤 滋潤 上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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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不知道耶 我只知道壁虎會吃蚊子 但是蟑螂我不知道 比較小的蟲應該都會吃 可是感覺 鄉下的蟑螂應該也蠻大隻 嗯 對啊 壁虎我也不太會去 就是攻擊牠 因為畢竟壁虎呢 牠也是四隻腳的動物嘛 所以我也覺得牠沒有到 長得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OK 這樣 牠也不會飛 然後對於不會飛的東西 我都覺得OK 而且牠跑步 牠爬行的速度呢 也沒有說就是這麼的 邪惡 對邪惡 先分享直播 壁虎跟賀魚 實在分不清楚 不知道 我這超過四隻腳的東西 我都不能接受 這還好啦 我在阿媽家通常都只會被 壁虎嚇到 所以沒關係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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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小時候呢 都會有一隻很大隻 很大隻的 就是會飛的那種 有點像蜜蜂 但牠其實不是蜜蜂的一個 會飛的蟲蟲 然後牠的聲音 就是很像 就是牠的殼可能是硬的那種甲殼類 然後牠長得像蜜蜂的那種心態這樣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小時候很常看到 單一隻出現 因為阿媽家是有 一二樓嘛 然後二樓的話 牠就是會開窗 然後就很容易看到這個東西 不知道那是什麼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蜜蜂 不是蜜蜂 它就是 它顏色的話 我記得是黑色或是深藍色那種 不知道那是什麼 不知道那是什麼 這樣牠好像不會傷害人 不是金龜子 哈囉 午安午安 嗨嗨 但是我小時候對那種蟲 牠沒有印象 因為牠太大的直 就是我 就是小時候常常被牠嚇到 藍色金龜子 回去分散時這兩個小時了 直播應該都是一直在告白 我覺得我小時候應該沒有這麼害怕 蟲蟲類型的東西 對 但長大就是開始害怕了 你知道 人長越大 就是越 越膽小的感覺 哈囉數學課本 牠就不見 謝謝Jo song的 閃心 最近很流行那個碰堂 但是現在就是 呃 在老街什麼都會有碰堂 然後都要排超多人 是因為那個 那個 憂鬱憂戲的關係 大家來告白 為什麼 我直接宣布死亡 好 反正也戳不完啊 直接拿起來吃吧 說不定是最後一餐了 最近中午需要補眠 怎麼了嗎 是不是跟我一樣 秋天總是睡不好 我最近真的睡不好耶 我發現是大家都睡不好 是我身旁很多人都 都會說說 都睡睡醒醒的這樣 最後 沒有碰堂 翻起來烏烏的臉 蓋牌 結束這回合 不好意思 我直接出局 蓋起來 謝謝大家 臉便當 所以阿拉路本上的 芒花 這邊真的是睡的 蠻差的 很早很早 會需要跟 美國人開玩 啊 時差我也是 哈囉 真的我覺得 這個季節 就是秋天差不多這個時候吧 都會有點 就是很難入睡 不然就是 睡睡就醒 睡睡醒醒這樣 謝謝 歡迎暫時送的 芒花 然後下午就會變得很累 因為我姐 然後跟我姐男朋友 然後我之前去練習的時候 然後 我記得麻油還是栗子吧 然後我們在聊天 現在也聊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喔可能是真的是這個季節 因為我去年的時候 好像也是這個時間點 覺得 一直睡不好 覺得應該就是季節的關係 秋天就是一個 呃 很容易睡睡醒醒 然後多重善改的 一個 的時間 時間 時間點 有認床過嗎? 沒有欸 謝謝 謝謝少凱上的芒花 好嗎? 8點40睡著 3點30 起來你說 隔天的3點3 下午3點30分嗎? 呵呵 好難是這樣啊 真假的 我是前陣子睡得很好 不知道為什麼從上週開始 就一直睡得沒有到很好 奇怪了嗎? 不知道為什麼 像我今天也是 6點 半 6點20幾分起床 對 這個時候起床是蠻好笑的 因為我在睡覺 然後我睡一睡 不知道什麼 我的腳就會長這個樣子 就是我一般的腳是起來的 這樣 這樣睡著 以我的角度看的話 你們應該是這樣 就是這樣看 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呢 是衣櫃嘛 所以我衣櫃這邊是一片 就是木門這樣子 然後我就 就睡睡 然後倒 然後就撞到那個木門 我就自己把自己嚇醒 這樣 怎麼了? 然後就喔 自己撞到 這個小白癡 那把自己嚇醒 我就這樣子 然後就醒來這樣 然後 然後認了3秒 就覺得 我是個白癡 沒有 沒有瘀青的 就是這樣撞 這樣 但是他不是 我平常撞的更大力量 所以那個應該是不會瘀青的 嚇到 我直接嚇到我自己 然後我就沒有睡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大概 我等一下可能會再睡一下 再處理我的事情 嚇死 洗熱水只要或泡溫泉 喔 我好想去泡溫泉喔 我真的覺得溫泉 是一個非常放鬆的 的一個 算 事情還是出遊 因為其實 我們家沒有 我們家一直都沒有浴缸 所以 只要有 就是出去住 或是有浴缸的話 也是 就會 一定會泡澡 然後或者是特特地去住那種溫泉旅館 就是只為了泡澡這樣 走到十分鐘就很泡溫泉了 哪裡? 你說流汗嗎還是什麼 今天兩點多歲 五點多在起床 異常的精神 有時候就是累到一個極限的話 會特別有精神耶 就是會有點微鏘的那種感覺 我之前就是工作就是這樣 就是可能只睡個兩三個小時 那可能就要繼續工作 知道什麼就覺得 心情特別好 可能要到一個臨界點 你住北投這邊很近 好好喔 就可以直接去泡澡 欸那個北投不是有那個 都會有那個天然的溫泉嗎 可以直接跳進去耶 泡冷泉嗎? 我不喜歡泡冷水 礁溪走起 想到宜蘭就很想要吃那個 高渣 然後還有 苦肉嗎? 那個 好吃 喔 大家家裡都有浴缸嗎? 五單開始巡產就好睡 真的會累到睡覺 我就從 國小搬家之後 就是國中開始 家裡都是一直都是沒有浴缸的狀態 好好喔 好像要浴缸喔 對因為幾乎 沒有用是正常的 因為通常不太會每天都泡澡吧 在國小的時候我們家浴缸就是 因為我們是那種老房子 然後之前的浴缸是那種磁磚 就是很古老那種花磁磚你知道嗎 之後我們家住進去之後就把它打掉 然後放的是一塊木的那種圓的那一桶的那種大浴缸 其實我小時候超喜歡泡在裡面 因為很深 然後就可以直接就是淹到這邊 就很舒服 他不去看醫生 我也沒辦法啊 我已經跟他說了好久了耶 謝謝你送的我來千道 我也講了好多次了 欸 想在浴缸睡一晚 說在水裡面還是就是放在裡面放棉被 那個磁磚絕版 那個是在國小的時候吧 那個是老房子 所以會有那個磁磚 那個地板上的磁磚也是那種很老很老那種 水費很貴 對啊 忙一忙帶下去 我請經紀人帶他去 逼他去 忙他這樣真的不行啊 我以為他要去看了 所以他現在還沒去看 我覺得比起水費 我覺得電費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泡澡睡澡 很可怕耶 他被淹到耶 欸 水費是真的便宜 我自己覺得 那電費真的是 QQ很貴 每次去看那個 電費的帳單 就是很像在開那種驚喜報一樣 都會很常受到驚嚇 但我解說 這是其實蠻正常 就是一個月大概 1000塊 1000多塊 左右吧 大概 要看有沒有冷氣這樣 然後水費大概就 300塊 兩三百塊 因為上升期的帳單 我電費好像繳了2300多塊 如果是家庭的話 就會比較 用量蠻大 因為我記得 在之前 住家裡的時候吧 產民暑假住家裡的時候 然後暑假的時候 我爸會繳電費 也是繳了 一萬多塊吧 嗯 而且是暑假 沒辦法 1000多很便宜耶 真的 有便宜 但其實要冷氣加電風扇 其實就不會到太熱 冷氣調個27度 冷氣調個27度 冷氣每次再關電費一次 我想太快了吧 5000多塊 這我一定會不能接受耶 5000多塊 Oh my god 還有快算的這個 哦 四台冰箱嗎 那就是 正常的 你們那個價格 冰箱很浩電 四個人五千多塊 你們 沒有講有幾個人有多大 你就直接跟我說五千塊 我以為你一個人五千塊 那個人五千塊也太貴了吧 下屬 開快關關真的才貴 因為重新啟動他就要花費 好像就是比較多的電力吧 你真的算省欸 兩個人一千多塊的話 我想說一個人五千是怎麼開的 很厲害欸 挖礦 原來是在挖礦啊 很鬧喔 我今天看新聞啦 然後就是他說 現在肺癌的比例很高 對 但是這是他們統計說 現在抽菸的人 越來越少 比例是少的 但肺癌的機率還是很高 他們調查出來是因為空污的影響 我想說 oh my god 空污的影響 電氣 冷氣應該 冷氣算吧 冷氣不算 車子 那些應該都算 然後氣溫升高 然後就是什麼全球的問題 我覺得 oh my god 好可怕喔 我覺得很可怕欸 工廠 對啊 而且他說什麼 像有工廠的地方 像 我記得台中 有吧 我在台中的印象深刻是 那時候是我們家開車 要從市中心開到我阿嬤家 反正就是上那個高市公路的時候 就看到外面的天空 是灰色的 那天天氣真的很好 但它是整個灰灰霧霧的那種 是真的是這樣霧霧的喔 當你在那裡的時候沒感覺 當你出來在另外一方看的時候 真的是會覺得 這個空氣也太糟糕了吧 嗯 因為發電長 所以我想說 天啊 真的是很辛苦欸 就是大家 真的要戴口罩 對 就是如果 就算疫情 好了 但我還是覺得 建議戴著口罩比較好 所以那時候我就看到 結果有點嚇到 哇 這空氣也太差了 現在秋天越來越不像 夏天的感覺 我們就泰國啊 對啊 Sawdita 又要越泰國的感覺了 越來越熱了 雲林 雲林是不是也有 還是苗莉 哪裡啊 好像也有那種工廠之類的 嗯 我覺得空氣污染真的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 喔雲林 對吧雲林 那時候我新網好像也有講 跟大家出門 就是 呃 口罩戴著 防病毒也 防空氣污染 保護你的肺 保護你的肺 不然很危險 好山上最好山上最好 真的是 因為 只要有人住的地方 空氣污染一定 會有 對啊 因為什麼車子啊 或什麼什麼的 一定都會排出廢棋 真的覺得大家換成什麼 嗯 油電車會比較好 只是比較 省 應該說 對空氣比較好 路上也比較安靜 因為像之前吧 之前不是 是 跟品牌還有施亞 然後我們去上海 表演 表演嗎 對 那一次 我覺得帶他們 我們有去 就是附近晃晃 他們就很多電 什麼 電機車啊 什麼的 就是他們 錄期算是蠻安靜的 就是沒有什麼 太多的廢棋 的那種聲音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好像也還不錯 就是如果是這麼安靜的話 發電廠的煙囪好吧 欸 就不能少一點嗎 空屋 想不到 謝謝分享直播間 3595668 哈囉 然後 但真的沒辦法欸 你看 電動摩托車也不行 然後電 反正有電的也不行 那這樣子的話 這件事情要怎麼解決呢 好難喔 腳踏車 你要想 如果這個人呢 假裝他是住在新北市 呃 最遠的地方在哪裡 呃 可能 maybe 啊 男士腳好了 男士腳也蠻遠的吧 然後他是在 呃 可能 在信義區工作 OK這樣好了 他怎麼騎過去啊 如果腳踏車的話 如果真的不搭任何公共交通的 就是 的一些 代步工具的話 這樣子怎麼辦 不是太遠了 滑板 應該會拔型 那以台灣的路這樣 應該 那個路很不平喔 腿都軟了 真的腿都軟了 滑板車 天方夜譚 天方夜譚 如果車的話 重新門路更快 但我們說我們只有腳踏車的話 對 對環保真的很兩難 真的真的真的 但依噪音的話 我真的覺得 電動車比較好 我是一個 住在 呃 樓下就是馬路的一個 就是 一個人這樣 所以我們家晚上都很吵 就是我們的窗戶 其實已經算是很 隔音算很好了 我覺得 已經算真的蠻不錯的 真的是很吵 然後昨天就是比較安靜一點 我就想說 我就跟我姐說 你看 對面 樓下一定有警察在臨檢 然後才這麼安靜 過分 過分 太過分 對 環保方是早就有的 但是 對啊 沒辦法 有時候都是要在兩者之間取捨 對 謝謝無賣送的 做你的廟屋 謝謝 大家應該沒有改車吧 應該沒有改車吧 應該沒有改車吧 去無賣送的野餐籃 應該沒有吧 因為我就是一個受災戶 所以我只要看到改車的 我都會覺得很生氣 尤其是改那個管 就是會很大聲這樣 砰砰砰砰砰砰 我就會覺得 祝你好 我都會這樣子 祝你好 嗯 就用燈的 可惡 這東西明天在吵我睡覺 欸真的很生氣欸 摩托車改一張腳踏吧 改那一張 我覺得這次只要不要聲音很吵就好了 但是會有那種真的很大聲的 會讓我覺得 你這麼大聲要幹嘛勒 幹嘛勒 可以啊 你後面可以放火箭筒 腳踏車可以放火箭筒 但聽說不能 不能站 祝他長水瓶致齒 欸真的這不錯 祝你長水瓶致齒 然後吃東西都咬到舌頭 嘴巴破三個洞 超兇超兇超兇 呵呵呵呵 真的是很常就是 會被突然的嚇到 對 會那種真的是那種 啪啪啪的那種聲音喔 就是那種 就是那種 怎麼講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啟動這樣 噗噗噗噗噗噗噗的那種感覺 會覺得天啊拜託不要 那我姐真的是每天都得塞了塞來睡得著 而且真的很辛苦 她說她 就是 明年就要換地方煮這樣 不知道那叫什麼東西我真的不懂 什麼 報名聲 I don't know 對反正就是很吵 在我的心目中就是沒禮貌 沒禮貌 就是造成別人困擾的事情都是沒禮貌 破掉 破掉不好吧 去去去 去 休了一下啦 這樣感覺很危險 不知道會不會爆炸 反正 明年應該 就不會再繼續住在這邊 但是今年還是會住 就是 我們又續簽了一年 這樣 謝謝 音效上的 告白氣球 然後 然後 欸上次回家吧 然後我爸媽就說 欸 今年就是你跟姐姐一起住的最後一年啊 啊你明年就 你們就要分開住這樣 我說為什麼 然後她就說 這是什麼 姊妹什麼的 就是也不要太常 就是也不要都一直住在一起 因為很怕有什麼紛爭這樣子 小兄弟間的一些 或者是姊妹間的一些 對 謝謝林恩師送的Pubcat 我爸就這樣講 我寫妹我要結婚 你要先訂婚吧 怎麼講 我爸的意思是 因為長大了嘛 每個人的生活習慣越來越不一樣 啊如果 有時候東西就是 什麼相處長一點 就很容易發生一些 爭執這樣 對 反正我爸的意思就是這樣 然後什麼也該獨立了 抱抱抱抱這樣 對啊 可能這是 因為我 我爸其實也是有兄弟姐妹的 他可能覺得 真的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也會因為尷尬而不好處理這樣 對 所以就是說 啊反正就是 分開組啦 這樣比較好 反正我不懂 反正我爸是這樣跟我講 所以就 喔好吧 這樣我明年又要打包東西 搬家了 東西會很多 那明年就要開始 每天都丟一點 呵呵呵 我寫現在不用水壺煮東西了 他現在 就是會 現在煮的東西 比較精緻了 好不好 我不知道 啊 啊我跟你們講的一件事情 我媽很過分 想到就是 爸爸可能想的 抱孫子這件事情 就是 我媽很過分 那時候上 欸上週吧 我就回家嘛 然後我媽就突然拿手機說 欸我想幫那個阿烏買那個推車 然後 他說 他說什麼 啊你幫我買一下這個 我就說 好啊我幫你買 我說爸爸肯喔 他說 嘿啊你幫我買這個 我就喔好啊 還是我就是幫你看 有沒有比較便宜 這樣子 我就幫他買了這樣 然後晚上的時候 欸媽媽在後面煮飯嗎 喔 講過了 不是不是我還沒講 我還沒講完 就是因為怕有人沒聽過 他在後面煮飯 然後我爸就說我怎麼可以幫他買 結果呢 OK 拿到那個推車之後 推車之後 阿烏超級可愛的 坐在那個上面 然後我媽一副就像在推孫子 像在推他 不是我已經看到那個實體的照片了 我媽媽在推孫子 阿烏超級可愛 他要推他的狗兒子 他要推他的狗兒子 照片到我手機裡 可惡 欸等我一下還是我先跳出去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欸我回來了回來了 應該有傳到我的 iPad應該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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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講 超級可愛 我們家狗 看起來很開心 他看起來很爽 你看他 等一下我把這燈光調暗一點 你們可能看得比較輕鬆 因為我爸的手機好符 好可愛 好可愛 我媽就這樣推著他 很可愛的臉 你看他的臉 讚喔 讚喔 嘿嘿嘿 嘿嘿 很開心耶 他感覺是真的很開心耶 你看他真的很開心 那個臉 很爽 舒服 讚喔 讚喔 我媽拿推車在推他 我覺得我媽瘋了 她是不是在暗示我姐快點結婚 烏烏感覺 非常的喜歡那台車車 然後那時候 我刷他這張照片的時候 我在阿嬤夾 我就跟我阿嬤說 說你知道你女兒子 要一個推車 要推那個阿烏嗎 他說 有阿 阿他是說要買阿 我一直罵他神經病阿 然後我說 我幫他買阿 然後我就把剛剛的故事 就是 我媽騙我買的事情 我就跟我阿嬤講 然後 然後我就 我就說 阿現在送到了 阿你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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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овут 我還罵的時候 喔你三八喔 今天罵他三八這樣 歐北開集喔 狂罵他 超好笑 謝謝三五送的 盲花 也成這種異風型 我覺得很好笑 謝謝好是說送的 盲花 反正就很好笑 我覺得Oh my god 真的假的啦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就是我們家會出現寵物推車 對從來沒有想過 從來沒有想過 從來沒有 你知道嗎 真的是人越老就會越寵 某一個東西 就是可能maybe是孫子 maybe是寵物這種感覺 謝謝好是多送的盲花 真的是這樣欸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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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辦法想像就是 假如真的我解身了小孩 或者是你以後 我媽可以帶孫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欸 我們家真的以前就是 從來不會有寵物推車這種東西喔 從來不會有 這是阿吉之前沒有這樣子 皇帝般的享受 為什麼阿如就贏喔 抱屈 可以 可以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媽的理由是因為 就是她不喜歡就是 可能會會阿嬤家的時候 阿烏的腳都會在地板上 這樣子 因為阿嬤家是要穿 就是客廳什麼的 一樓都是要穿鞋子的這樣子 然後地板都比較髒 然後阿烏是白色的嘛 所以她就會變灰色的這樣子 跟狗搶推車 可是之前就是很常看到的什麼 呃 寶寶就是小小朋友 小baby 然後跟狗狗 就是一些互動的畫面 或是跟貓咪一起 我就覺得好可愛喔 他們兩個養在一起的話 就是 想說我養了這隻狗狗 然後他跟這個baby 一起長大 然後可以幾乎他們的過程 然後可以幾乎他們的過程 就覺得 鳥育 像我很想要養那種大狗狗 就是那種牧羊犬之類的 可是牧羊犬不是聽說比較 溫馴嗎 那種類型的狗狗 就覺得感覺很適合跟 這小baby 就是一起長大 對吧對吧 看我狗狗叫寶寶怎麼爬 真的假的 帳王也挺溫馴的 我記得像是什麼 比特群或帳王 他們如果是純種的話 好像就是比較沒有那麼有攻擊性 我忘記看哪一個是比特群還是帳王 我忘記了 反正就是他們其實是非常乖 非常聽話的 那種會攻擊的 好像是後天去培養 去配出來的 就是個性比較兇的那種 我忘記是看哪一個youtuber的節目 嗯 他有去做這個的分析還是什麼 因為我其實是很喜歡養動物啦 但如果可以兩個一起養的話 我覺得是蠻開心的事情 有種青蛙長得像馬鼠 那我就想養 你是說 像 像 像 麻油的貓嗎 還是你說是真的像馬鼠 好上班加油 上班加油 辛苦啦 掰掰 明天中午也會開 有空可以來看 是這個意思嗎 喔吃了馬鼠 OKOK 青蛙不太可能長得像馬鼠 除非是白化正式才會是白色的這樣 應該吧 好 我覺得羊貓也不錯 貓咪跟 Davy一起長大 感覺還不錯 抹茶口 哪裡 先不要 手蛋出來 先不要 馬鼠 想吃花生馬鼠 馬鼠 想吃花生馬鼠 雷夢 那你 什麼雷夢 雷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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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檸檬 喔 好 為小姐女兒啊原來 我不是 我不是看那個 我是常常 那什麼IG 才會看到就是 因為我很喜歡看一些 寵物的東西嘛 他就會推薦我一些蠻多 就是 寵物的 影片啊 有時候會跟Baby一起 我覺得很可愛 可愛 療癒小寵物 好啦我來講一下今天的排名 排名排名排名 好 第十名是 陳 謝謝 第九名是 剛剛 謝謝 第八名是 中瑩 謝謝 第七名是 周 謝謝 第六名是 草莓醬 謝謝 第五名是 音哨 謝謝 第四名是 歡迎在世 謝謝 謝謝 第三名是 洛梨 謝謝 第二名是 公大 謝謝 第一名是 耳機獎 謝謝 謝謝大家 今天來看我的直播 那我明天中午12點 也會再 也會直播 對 再讓大家一起直播 那我們的最新單曲呢 一秒一秒約好 將會在 10月15號 星期五 發行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 拜託拜託了 啊如果 你知道 上MV什麼的 或是幹嘛的 就是幫我們分享出去 然後 多看幾次之類的 對 那我的IG是這裡 YU7.714 然後還可以去追蹤 啊我都會日更 那 官網有我們最新單曲的新資訊 那如果大家OK的話 也可以幫我們分享出去喔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結束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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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